大家好,又是我大師 今天我會教你用新派的方法做馬拉糕 比起傳統古法更簡單易學 現在就來看看做馬拉糕的材料 有225克的低筋麵粉 225克的黃糖 225克的花奶 6隻室溫雞蛋 30克的油 6克的速發酵母 10克的泡打粉 25克的牛油 20克的全脂奶粉 40克的吉時粉 我是用這隻C麦吉時粉 它跟西式那隻不同 是要煮的 做中式點心經常都會用到 這個份量可以做到一底7吋的馬拉糕 把糖和花奶做溶 之後攤凍 然後再用牛油 之後還是要攤凍 將麵粉和泡打粉 拌勻 將麵粉和泡打粉拌勻 過篩 然後下酵母 再用鮮肉 還有吉時粉 和奶粉 慢慢加入花奶糖水 盡量不要让它起粒粒 鸡蛋要逐一种逐一种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下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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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